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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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 不呱呱 今天是3月30號 星期四 為了下的謎 我要強調很簡單 时光过得很快 明天 Tomorrow 就是星期五了 3月31号明天 我记得 在20天前 3月11号 我在台北 办的那一场 第一场 齐黄指标的实战教学 现场座无虚席 大家怀抱着一个怎么样 很好奇的心 你知道人 都有好奇心 喜欢听八卦 看八卦 对不对 难怪那个谁 黄安那首歌 八卦八卦 我千卦 有没有 很熟 大家都耳熟能详 这是人性 也是天性 什么叫做天性 你知道吗 老船长 你倒是说说看 讲到这故事 就很有感受 我每每 大概一年会讲一次 今天你看这一集 你刚好看到 算你运气好 有一只青蛙要过河 有一只蝎子 跟他说 我不会游泳 麻烦青蛙 大哥 你可不可以载我过河 青蛙大哥说 你绣豆啊 我在你过河 你如果把我遮下去 我不撂去 那我就淹死了 这个蝎子就跟他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小的蝎 因为我如果遮你 你死掉了 沉下去了 那我也沉下去了 蝎子也不会游泳 也会跟着一起死啊 所以青蛙大哥 你放心好了 你放119加1个星 什么意思 你放120个星啊 星来的啊你 好了 于是青蛙大哥想说 那这没有错啊 就载着怎么样 这个 蝎子过河 过到河的中间 不得了了 蝎子举起它那个毒针 高高的狠狠的刺下去啊 呜呜哀哉啊 家属打理啊 发生什么事 当然啦 青蛙大哥立刻中毒啊 在死之前啊 青蛙大哥就问这个蝎子说 为了小的蜜 你要刺我啊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也会一起死啊 蝎子他只讲了一句话 没有办法 那是我的天性 老船长 你讲的我们完全懂了 但是哦 有必要讲那么长吗 对不对 废话 来到股票市场 散户的天性是什么 讲啊 这个是 啊啊啊啊 追高杀低 这样就对了吗 所以赖不掉了嘛 天性是很难改变的 散户呢 追高杀低哦 你怎么劝它 你怎么说它 你怎么讲它 没有用 他还是要追高杀低啊 跟你说这个盘要忍耐 对不对 啊呀上万点之前啊 洗一洗盘也不错啊 对不对 不要每一次台北股市上了万点 没有几分钟掉下来就摔死人了 但是散户听不进去啊 散户每一天都想要赚钱 可是哦 散户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哪有天天可以赚钱的股票市场啊 那个难度是非常之高 而且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 对不对 所以人家说你要抱波段 抱波段需要时间 你要忍耐 有的时候三个月 甚至半年一年 你愿意忍耐吗 哇老成长 我们打死不愿意忍啊 所以 齐皇驾到 就是因为这样 在过去四个月 我占别荧光幕 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而我也看到了 国内期货市场的怎么样 蓬勃发展 连续两年 都成百分之三十的成长速度 而且我们的齐交所 在规划 今年五月开始 一天要交易十九个小时 大概十几个小时的 这个棋子吧 因为要把盘后加上来 所以很多人 他本来上班不能做棋子的 他下班之后回到家里面 他可以做 大家也不要误会 做棋子就是从开盘盯到收盘 不需要那么累 你只要拥有齐皇指标 照着规矩 照着指标做 有的时候 没有吹牛 十分钟 打完收工 然后呢 你就有机会赚到什么 薪水 零用钱 股票呢 尤其是现在这种成交量 来 不到一千亿啊 这是标准的一个 整理的盘式啊 但是 但是 注意 没有崩盘 好不好 这是什么格局 这个是多头格局 各位有没有学过 倒式理论 倒式理论 这叫做主要的 这个是多头就对了 往上走 那中间的这个是什么 次要的拉回 一个是主趋势 一个是次趋势 你们去翻一翻 人家上面写得很清楚 到处都有 你上网查 倒式理论啊 主要趋势跟次要趋势啊 这个拉回都是次要趋势 看到没有 次要的 一定会有次要趋势 因为它叫加权 这是大盘 它不是个股 可以直接天天涨停板 它要这样子走 这也几个月啦 一二三四五个月啦 这样子走啊 但是你找国小一年级来看 你说 小弟弟小妹妹 你看哦 这个是多头市场 对不对 他说对 这个有没有崩盘 他说 叔叔你是白痴哦 如果是现在跌到这边 叫做崩盘啊 再这么高 这个叫做次要趋势的 拉回整理啊 小朋友国小一年级 人家就懂啊 对不对 这还要讲吗 然后你再看到个股 这一支叫什么 郁金光 我给你们看一件事情 很残酷啊 各位看一下哦 我们看龙卷余额 完蛋了 完蛋了 真的完蛋 出事情了 龙卷余额标到八千多啊 还不算今天的 今年郁金光 已经三百 一十四点五元 龙卷暴增啊 我请问大家 马上要开股东会了 龙卷要强迫回补 我知道很多人 郁金光是空在一百块之下的 当然可能不是他自己要空的 可能是别人叫他去空的 现在出事情了 怎么办 盘也没有崩 各个股也没有挂 套一句台语啊 各位听得懂吧 这叫什么 这叫 鸭死不必要留住宅 听到没有 被鸭到死 不用留住宅 因为已经死还留什么住宅 当然啦 是为了押韵 这个鸭死不必要留住宅 你念一次 他在笑 傻乎乎的 所以股票 因为我强调很难做事 像郁金光这种股票 基本面根本就 你们可以看他 他的基本面这么烂 亏损大王 未来要怎么化饼 这是他家的事 亏损大王可以三百一十四块 那人家赚的比他多了一钢子的人 对不对 都没有涨 有的还跌啊 所以股票没有那么好做 那这种股票你看看就好 看他表演 你千万不能空他 因为一个初级的分析师 就懂这个道理 就你刚来这个市场 没有几年的分析师 你就知道 个股不能乱空 因为主力会把你嘎死 它跟大盘是不一样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在股票不好做的时候 你没有赚到钱就算了 你还跑去空郁金光的 一张就可以输几十万 而且你还补不回来 懂吗 所以看节目跟对人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的节目 我绝对不会叫你去空郁金光 除非我是猪脑袋 这样大家了解吧 我在股市二十几年的经验 OK 所以我们拉回来看指数 我说过我离开这个 荧光幕这四个多月 将期黄指标催生出来 期黄指标 为什么要催生出来 因为指数常常都有怎么样 各位都有在看 都会有震荡 指数它很少是这样子盘整的 可能今天收平盘 但是是开高走一百多点 又杀一百多点 然后又拉回平盘 几百点可以让你赚 有这个机会 对不对 但是股票可能就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一个指标出来 大家都看不懂的话 那个是怎么样 叫做片效 有人故意把指标搞得很高深 让你看不出来 然后他在那边有机会怎么样 有这个空间可以框你 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空间 你可以看一下 红船长出现 下一根红K棒 必须要在黄金线上 这个叫double check 做多 绿船长出现 下一根绿K棒 在黄金线下 注意哦 这个是线上哦 做多 这线下做空 非常清楚 从12岁到80岁 我交一次 就听得懂了 那么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 你如果再不来 剩下最后三个席次 我刚才从公司出来的时候 好啦我也不多说 我们先进广告 你先抢这最后三个席次 导播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破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它开步 帮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件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我们去打仗 手上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工具 对不对 如果你手上拿了雷射光炮 爽啊 那你现在还拿57步枪 一定一直在卡弹的嘛 对不对 子弹还没打出去 已经被人家堆掉了 是不是 这种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能够接受 一样嘛 你操作棋子 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工具 你不是凭自己的感觉 在那边拆多空 或者是跟着那个猪脑袋 猪脑袋今天一定跟你说 今天指数没有办法做 老船长你怎么知道 当然知道啊 因为今天的指数 各位看一下 从这边开盘 到收盘 几乎都是平的 你人 你没有办法嘛 所以我这边写什么 人工智慧 电脑运算 利用电脑运算的方式 我们做出了棋黄指标 然后你照着游戏规则做 怎么做 我上课 实战教学都会教 所以明天晚上 你势必要怎么样 来到现场 如果你有在做棋子 我相信你几乎 十次出手 我个人觉得 至少输八次 那如果你是跟着猪脑袋做 你十次大概要输九到十次 老船长 你真的是太了解我们了 你减的是我们肚子里面的回 干什么 我长得像蛔虫吗 这样举例不太好吧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棋黄指标 今天的状况 来请导播照镜 这里开盘之后 开盘之后 就没有太大的空间 让你做多 但是棋黄指标叫你做多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算了一下 你只能赚八到十点 那如果说 你想要再做第二趟的朋友 你要注意 来照最近 这一根绿船长出现 下一根绿K 在黄金线下 照游戏规则 来再照最近 照最近 这是最近吗 好 这一根绿K 绿K出现 这一根绿K非常长 你有在做棋子 你就知道 你可以空这里 你这里就可以补了 老船长 变笑 空这里 这里就可以补 当然可以 因为我讲过太多次 有来上过我的课的人 就知道 你只要赚十点 一年 你就赚五十万一口 你如果做十口 一年是五百万 如果完全没有行情的话 那没办法 那你就每天这样子嘛 不可能 对不对 像今天是 行情非常小 一咪咪 在这一咪咪的过程当中 人工智慧 电脑运算 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在这一根 我帮你算过 你至少可以赚超过十点 导播照镜 就刚刚这一根 不相信我们来对 没关系 这边你可能赚八点 但是第一个 你方向完全不会错 而且尾段这边 我有说过了 前面做完了 这边来也看照整张 这个都可以下课休息了 因为已经在 大哥也不用拿那么远嘛 停 这边已经打完收工了 我在实战教学教得很清楚 这边通通都不要看 到收盘 尤其是这一段都不要做 因为越接近收盘的时候 你已经赚到手了 你就不要去做 它有时间上的限制 因为你必须要当冲 你不要留仓 有人会叫你留仓 对不对 你多单留仓 第二天重摔 一百多点开出来 它就叫你停损 不停损也是margin call 然后怎么样 它不管你了 那如果开高往上走 它就吹牛说 你看我们昨天留多单 就是这样子弄你们 我知道你们快要被它弄死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用棋房指标 各位知道吗 它是不会骗你的 它是不会说谎的 但是你跟着那个人 也许是猪脑袋 他天天在说谎 天天在骗人 你在电视上 你看到你气不气 我问你 所以你要怎么样 掌握住自己的命运 不要再被那些人怎么样 呼噁来呼噁去 每一天只会这样子 左拔右拔左右拔 小朋友现在都会用这一招 来小朋友 左拔右拔左右拔 但是你不要跟你爸爸说 爸爸你每天被拔 那你可能就要被你爸爸拔了 这样知道吗 齐皇指标 我在网路上公布了 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 你们去点我的网路 我每一天证明给你看 天天赚钱 我的内容造假 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我没有发什么抠讯的 你常常看到人家 都在发抠讯 对不对 对 他抠五通 公布一通 四通大赔 你们还傻傻的 在相信抠讯 只要是人 都有可能造假 我老船长做分析师 从来不在节目上 公布抠讯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无聊 他公布的抠讯是选择性的 你听得懂吗 我希望各位不要当猪脑袋 好不好 电脑不会骗你 把它带在身边 你可以掌握它 只要你照着规则 红船长出现了 很简单嘛 阿公阿嬷都会啊 下一个怎么动作 写得很清楚 做空也是啊 绿船长出现啊 我们来看一下 请导播放大 有没有红船长 绿船长 有没有 放大 有没有 每一个阶段 这个是五分钟哦 这是五分钟哦 你说我要刺激一点 你可以调一分钟啊 你也可以调三分钟啊 都会显现出来 那你要做波段的 有三十分六十分 那个是奇皇指标二 我们设计到近乎完美 我们还用黄金线来 double check 来保护你啊 时间拉长了 大数法则 你要输钱 我告诉你 比登天还要难 但是你现在做棋子 你怎么做都输 你跟着猪脑袋 更糟 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他比你还猪 对啊老船长 那你还那 我还交了会费给他 所以我说人啊 有七情六欲 贪婪恐惧 追高杀低啊 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包括我也是人 那棋子它跟股票 做法不一样 股票我没有涨 我摆着啊 我摆两个月怎么样 哇创新高 你棋子你要平仓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棋子跟股票 是不同的金融商品 股票如果叫金融商品 棋子它就叫 衍生性金融商品 大家了解吗 3月31号礼拜五晚上 还记得那个第一场 3月11号有来的人 现在我相信 他们在家里面 用期房指标数钞票 数到手抽筋 我敢在这个地方讲 哪一个带期房指标回去的 说他赚不到钱的 来找我 我一天一天对给你看 都不敢来啦 也不需要来 为了什么 就是像我讲的一样啊 你只要照我教你的游戏规则 我告诉你 人工智慧电脑运算 绝对超过人类啊 还在那边用人 因为指数它某种程度 就很像压大小 也很像赌博 震来震去 比如说今天上下震300点 最后收平盘 股市好像没行情 棋子已经赚翻了 这是不同的产品 那在这个沙拉的过程当中 人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涨它有12345678 不拉不拉理由 它跌它有12345678 不拉不拉理由 你不可能瞬间都过滤完嘛 你一定要靠人工智慧 靠电脑 这样大家明白了吗 尤其是你要注意哦 带你的那个人如果很会骗的话 你要非常小心啊 你们去网路查一下 都知道 我们在这边 我们不要点名了 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么3月11号 就带着好奇心来 第一批在台北厂的人 我相信你们心里很开心 啊 有奇黄指标哦 我们把它抱在怎么样 怀里面 来坐 看好啊 抱着 好安心哦 每一天开盘都不要怕 因为指标 就会告诉你怎么做 而且它会不会骗你 不会 你跟着那个人坐 一天到晚骗你 还分20组啊 发不同的抗讯啊 网路上都有 大家去查就知道哪些人在干这种下山烂的事情啊 老船长出来帮助大家啊 我真的希望你们 观念要正确 法人做奇子做得凶不凶 几万口在做啊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来现场 还有如果你听人家说选择权多好做 几倍几倍 我告诉你最后几乎都归零高 他要框你的时候就跟你讲多好赚 一样3月31号我会告诉你哦 你不要去做选择权 为什么 我一讲完你就不敢做 因为人家没有跟你讲实话 人家是要用几倍几倍来怎么样 吸引你啊 我觉得人还是要开大门走正路 选择权虽然有很多倍数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归零高 你记住了没有 我们都是期货分析师啊 大家都懂啊 不要以为啊 全市场只有一些人会懂啊 你讲过的话 你做过的事情啊 都会有记录的 好不好 那么3月11号你错过的朋友啊 我希望3月31号 当然我先讲哦 你如果第一个阶段打电话来 剩下三个座位你没有抢到 你就不要怪我 我已经跟你讲过 今天是星期四登记到星期四为止 星期五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不接受你打电话来预定 我们公司的营业到每天晚上的 十点四十五分 所以你看完我的节目 会有人接你的电话 你不用第二天早上再打来 公司还是有人营业的 明白吗 那么3月31号过了之后 我希望你从此做期货 都能够有机会天天赚钱 你每天收看我的节目 你很羡慕我们 可以这样子几乎天天赚钱 对不对 我告诉你是真的 我不能造假 造假我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你准备好了没有 五 四要改变你的一生 最后这三席 你抢到的话 我就恭喜你开始拨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